在离开地面80秒之后 NASA就已经知道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有去无回了 如果你是上面的航天员的话 你是希望知道真相还是蒙在鼓里呢 迄今为止 总共有569个人类进入过太空 但其中的12个却再也无法返回 2003年逝世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上 就占了7个 超过了死亡人数的一半 所以说它是人类航天史上最重大的灾难 一点也不为过 然而这个灾难其实是可能被避免的 怎么回事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 先快速地将整个事件还原一下 2003年的1月16日 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从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 这是它的第28次飞行任务 准备在地球轨道上进行一系列的科学试验 按照设计 一架航天飞机是可以反复飞行差不多100次的 所以对于本次任务的7名宇航员而言 这不过只是一次再普通的飞行罢了 随着航天飞机加速 机身 助推火箭 燃料箱都开始同空气剧烈地摩擦了起来 在升空大约80秒的时候 地面摄像机拍到了一片隔热泡沫 从燃料箱脱落的画面 而且清晰地看到它击中了机翼的前缘 这个异常是在任务的第二天 被检查高分辨率胶卷的工作人员发现的 他当即就向管理团队提交了报告 管理团队在读了报告看了录像之后 认为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但还够不上影响到飞行安全 所以只要求各个部门以较低的优先级别 来处理这件事情 其中就包括否决了工程师提出的 使用间谍卫星来对受损位置 进行高清成像的请求 他们这样安排是有充分理由的 因为泡沫脱落 已经是每次航天飞机发射时的家常便饭了 就是哥伦比亚号本身 在它1981年首飞的时候 就已经被脱落的泡沫撞击过了 还因此换掉了300多块的隔热瓦 而79个航天飞机的任务当中 更有多大65个都被拍到过泡沫脱落 但他们无一例外都安全降落了 所以这次的泡沫脱落 又有什么好紧张的呢 航天飞机上 七名宇航院一切照常在进行他们的实验 1月23日 也就是在任务开始的第八天 他们收到了一封来自地面的邮件 第一次知道了泡沫撞击的事情 但他们并不紧张 因为信中是这样说的 有一件事情呢 其实根本不值一提 但我还是希望让你们知道 免得到时候 在记者会上被问到的时候呢 显得太过惊讶 那就是在升空大约80秒的时候 照片分析显示 有一些从外挂燃料向上脱落的隔热泡沫碎片 撞击了飞机的左翼下表面 专家已经对高速摄影进行了审查 无需担心碳纤维板和隔热瓦有损坏 我们在其他航天飞机升空的时候呢 也观察到同样的现象 所以呢 不用担心返回式 有任何的问题 宇航院当然完全相信地面专家的分析了 所以计划仍然保持不变 2003年2月1日 任务执行完毕 哥伦比亚号该返航了 在出入大气层时呢 一切似乎都很正常 但几分钟之后啊 各种传感器的警告灯就开始闪了起来了 尤其是位于左翼的温度传感器 很快地面上已经能够看到 有碎片在脱落的现象了 不出所料 脱落的正是那块在发射室被泡沫撞到的隔热瓦了 失去了隔热瓦的保护超高温气体 得以迅速进入机体 从里面开始撕裂整架航天飞机 你能够想象此时还在飞机里面的那七位宇航员 所面临的恐惧和绝望吗 我只希望这个过程呢 越短越好 好了 这就是整个事件的过程 所以根据时间线看下来 你觉得这最后的结果是有可能被改变的吗 怎么才能改变呢 其实啊 在事故发生之后啊 哥伦比亚号事故调查委员会呢 的确做出了一种假设 如果NASA在发现泡沫撞击的当天 也就是飞行任务的第二天 就足够重视并及时行动的话 这七名宇航员是有可能获救的 营救的手段可以分为自救和他救 载轨维修与发射另一架航天飞机去接机组回家 下面我们就分别来看看他们的可能性 假设当初啊 NASA应当在得知泡沫撞击的第一时间就通知航天飞机上面的宇航员 让他们做好采取下一步行动的准备 然后马上打报告给空军要求调用间谍卫星来对受损位置拍照 理论上呢 在飞行任务的第三天啊 他们就能够拿到间谍卫星的成像了 此时任务中心就可以非常确切的知道 这里的受损情况是不是会对航天飞机造成实际的威胁 如果是的话 两条救援路线将同步开启 航天飞机中的宇航员需要出舱进行太空行走 到达受损位置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而地面上的航天飞机呢 则将跳过许多的流程马上进入到准备阶段 你也许会说航天飞机的货运舱里面 不是有专门的遥控机械臂吗 而机械臂上不是装着摄像机的吗 干嘛不让摄像机先去近距离的检查呢 的确啊 哥伦比亚号是第一架装上了这种叫做加拿大臂的遥控机械臂了 而且呢 在第二次任务的时候就已经装上摄像机了 但很不巧啊 这次任务它偏偏就没有带上摄像机 所以就必须要宇航员亲自去查看 由于航天飞机上面的宇航员呢 并没有国际空间站上用的那种带机动的航天服 所以他们必须两人一组同时出舱 一人挂在打开的货舱盖上面 另一人呢 则仅仅抓住第一个人的脚 才能够去接近手损的位置 哎 这自然呢 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 但是相对于所冒风险的收益啊 这样做还是值得的 如果查看评估之后 认为有维修的可能性的话 他们就会就地取拆使用航天飞机上现成的材料 开始动手了 哎 有哪些材料呢 太代算是一个 这在航天飞机内部的很多部件上都能够找到 隔热毯算是另外一个 它就是覆盖在航天飞机上表面的那些白色材料了 还有呢 就是货舱的隔热称套了 思路是这样的 把太代和隔热称套 塞进机翼隔热挖收损的波动里面 让它们紧紧地填满从隔热挖表面到一梁之间的空隙 然后再用白色的隔热毯从外面包裹起来 做成一个临时的防护装置 使得机翼能够在重入大气层时 1500度的高温下停上一段足够长的时间 但是啊 这样做的风险还是太大 因为这种临时混搭而成的材料呢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而航天飞机上面的宇航员呢 又无法去准确地进行评估 无法评估意味着无法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贸然返回 其实跟没有做处理 没啥区别了 所以啊 看起来呢 载轨维修并不可行 那就得依赖地面救援了 在飞行任务的第四天啊 也就是1月19日 另一架航天飞机亚特兰第四号 已经在为3月1号的国际空间站执行呢 做准备了 如果可能的话 它可以马上调整目标 并最快于2月9日发射升空 当然 这意味着要跳过很多标准的流程 也要求换上最有经验的宇航员 并最小化团队规模 以便留出足够的空间 来去接哥伦比亚号上面的7个成员 在短时间之内 要准备妥当的 还包括飞行软件的修改 营救计划的制定 失踪下救援的训练 和多套舱外服的配置等等 总之啊 如果成型的话 就没有后来火星救援什么事了 因为真实的事件 远要比故事来的震撼 与此同时啊 在等待亚特兰第四号的 哥伦比亚号上面 宇航员们必须要尽可能的减少活动 以降低食物水氧气 二氧化碳吸收罐的消耗速度 基本上呢 这个没有太大问题 因为它在货舱当中 还带着一个额外的训练舱 这些物资在正常的情况下呢 足够他们用上30天了 如果能够尽量省一点的话 能用更长的时间 也没有啥问题的 但是 他们真的能等来亚特兰第四号吗 基本上是没有这个可能的 因为很简单的一个事实是 谁能肯定亚特兰第四号 不会被泡沫撞伤呢 他们俩基本上没啥区别 既然你会因为这个原因回不来 那么我也有可能 因为同样的原因回不来呀 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的话 NASA就彻底完蛋了 所以也有一些传闻说 其实当年NASA的高层 已经预计到了 会出现最坏的情况 但他们还是选择保持沉默 一是知道 所有的营救方案都很难成功 二是 与其这样让宇航员绝望地 等待死亡 还不如让他们在 毫无预兆的情况下 离开人世 三我想应该是 对NASA而言 救了不成功 反而不如一开始就不救 所以七名宇航员的命运 就这样 在他们离开地面 80秒之后 已经注定了 如果你是他们的话 会选择知道真相 还是选择蒙在鼓里 最后也许会有人说 不是还有国际空间站在天上吗 为什么NASA就不考虑它呢 很简单 一是哥伦比奥号上面带了实验舱 所以就装不上和国际空间站对接的对接模块了 二是即使它带了对接模块 也飞不到那去 因为国际空间站的轨道轻角为51.6度 而哥伦比奥号的轨道轻角为39度 如果它想要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话 就需要以3840米每秒的速度转移才行 但是它有限的轨道机动发动机 只能提供每秒137米的转移速度 是远远不够的 好了 是则已是 航天飞机也都早已退役了 我们只能纪念这些失去的伟大的人和伟大的机器 为人类太空探索所做出来的贡献了 同时也提醒着我们 零容忍真的不是一句空话 我是火箭书关注 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